我會覺得我只是跟其他人差不多 我只是剛好被人買的那個 出事那一刻浮現的一件事是害怕 其實當時那個腦胸白 我想恐懼其實都是來自於對於未來的確定 所以被捕的時候那個恐懼就是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我會感覺到這個地方充斥著一個無力感 以及一個恐懼的氛圍 還有看到很多新聞 很多新聞說有些人被 我不可以肯定現在是被自殺 很多人自殺 會有一個恐懼的感覺就是 這些人有個兒團 他們是怎樣的呢 究竟我會不會有機會是這樣呢 所以我就嘗試去記錄下 我自己和我看到周圍的人 那個對於恐懼的感覺 很多人的心靈是需要被安撫的 無論他們是不是前線都好 對他們的心理負擔都很重 他們是需要一個方式去抒發的 我會覺得如果這首歌 威脂到他的心靈 或者鼓勵到他的話 會安心一點 經過上一年和經過這兩個月的時候 我想所有人的軌跡都不一樣 是會轉變不同了 因為那個表達的意欲強了 以及自己的經歷多了 所以是會更加有動力去完成一件事 如果我真的要坐 我會最想是 可能首先是自己的音樂上 想表達 我會覺得好像圓滿了自己 無論這件事多不多人接受 也好 你起碼完了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這個地方的所有人 有很多自由都已經慢慢沒有了 我自己覺得 當我們還有 那什麼自由的時候 我們就用了它 先不要自我感聲